一頂頂的帳篷 就是摩洛哥地震後 這兩個多月 受災居民欺身的居所 進到裡頭一看 生活的確可難 這個帳篷住了兩家人 像是這位女士的家 在地震時並未全倒 但她說什麼 也不敢再繼續住下去了 此季與舊德協會合作的地震 在後發放 一直在摩洛哥持續進行著 11月中旬之後 都採小規模的方式發送物資 重達87公斤的糧食包 得靠兩位重丁才能扛得動 舊德協會工作人員 尊勳詐基正在原則 協助老家父由老托 İşte 好,好,好,好 疫情的戶口 的照片 我們全部人地 我們希望的福利 我們謙虧 祂拜祂 祂拜祂 我們何時就自成立 祂拜祂 祂拜祂 祂拜祂拜祂 祂拜祂拜祂 祂拜祂拜祂拜祂 這份給災民的支持力量 慈激宇宙的協會 還是會不間斷地給予 期待灾民能在爱的陪伴下 逐渐淡忘失去至亲的痛 恢复往日正常生活 大爱新闻摩洛哥综合报道